这里是南通大学启东校区外语调频广播电台,频率是FM4.7教科。 现在是大学英语考试时间,请各位考试调整频率,调试好。 请考生在正式开始作答前,按要求正确填写减卡1和打击卡2上的准考证号、姓名等信息后,还应将试集错。 考试正式开始后,考生方可可作答。 所有题目必须在答题卡上作答,且应在规定时间内,依次完成作文、听力、诺语、翻译部分试题。 作文题内容应在试题册背面。 作答作文期间,考试不得翻译该试题册。 大学四级听力从上午9点40正式开始。 赞订阅录音播放了产品后,考生应停止作答,监考员将立即回数。 没有多余时间填图 来不及填图 请考生做好准备 选择题均为单选题 错选 或多选将不得分 按违规处理 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或学生证进入考场 严禁雇人代考或替考 禁止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 及其考试无关的电子器材、书籍、纸张 为者一律取消考试资格或以作弊论处 本次考试将使用金属探测仪清理考场 请各位考生配合检查 考生必须于开考前进入考场 迟到一律以缺考论处 考试全过程 考生不得退场 考试结束后 不得待后试题测和答题卡 请考生诚信考试 请考生诚信考试 清楚诚信考试陈诺心 赞助各位考试 达好成绩 这里是南通大学启东校区外语调频广播电台 现在是大学英语考试时间 请各位考生调整情谊 调试好耳机 全国大学英语次略级考试 为多题招证 请考生在正式开始前 按要求 写填图答题卡一 答题卡二上的准考证号 页您本性之后 还应将 背面的调心码粘贴条 签下后 粘贴至 依左上角的调心码粘贴空位 请正确填写 试题课背面的准考证号 证明 存乎个人信息 措贴 下后 考试正式 开始作答 所有题目 必须在答题卡上作答 请在规定时间内 依次完成作文 听力 诺底 翻译部分试题 作文题内容 印在 页面 作答作文期间 考生不得翻阅该试题课 大学英语 从上语 试试正式开始 入籍考试的听力 听力 试试正式开始 听力录音播放完毕 停止作答 监考试 立即回收 没有多余时间 考生 听听编图 否则来不及前途 停考生 做好准备 拓选 拓选 不选 拓选 将不得 答题 拓听力考试 考生不得佩戴耳机 答题 否则按违规处理 考生平整考证 证证或学生证 严禁 不容代考 禁止携带手机 等通讯设备 拓选 拓选 电子器材 续章 回者一律取消考试试试 便以过地论处 等次考试将使用金属探测仪清理考场 请对考生配合检查 考生必须于开考前进入考场 迟到一律以缺考论处 考试全过程 考生不得退场 考试结束后 不得带走试题测和答题卡 请考生诚信考试 并按有关规定 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 愿祝各位考生取得好成绩 这里是南通大学启东校区 外语调频广播电台 现在是大学英语考试时间 请各位考生调准频率 调试好耳机 为考试 全国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 为多题作试模式 请考生在正式开始作答前 按要求正确填写填图达提卡一 和达提卡二上的选考证号 姓名等 而应将试题测背面的条心码粘贴条 贴下后 粘贴至达提卡一 左上角的条心码粘贴框内 并正确填写 试题测背面的准考证号和姓名 不正确填写填图个人信息 右贴条心码 将按违规处理 考试准备的时候 考生方可开始作答 所有题目 必须在达提卡上作答 且应在规定时间内 一次完成作文 听力 阅读 翻译 这个事情 作文及内容 必须在试试背面 但是 先让留下 托子 准备 ク祝 仍然是 最后 根本 剪达 监 在试达 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